不用跑步 不用走路 美国科学家最新研究告诉我们一件颠覆常识的事实 只要坐着轻轻动脚 就能让饭后血糖降低 高达52% 对 你没听错 坐在椅子上动一动双腿 就能把血糖峰值减少一半以上 这对于控制血糖 预防糖尿病来说 简直像是一项梦幻神迹 特别是对很多65岁以上的长者或行动不便的人来说 这种方法简直是量身打造的健康秘密武器 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来聊聊这项惊人的发现背后的科学原理 以及如何正确的坐着动脚来达到控糖效果吧 首先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 现代人坐的时间实在太长了 无论年轻人还是长者 一天往往有大半时间是坐在椅子上或沙发上度过的 根据统计 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天坐着的时间接近10个小时 而长时间久坐对健康的危害 已经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关注 大家可能听过一句话 久坐等于慢性自杀 有研究甚至形容 久坐是新世纪的健康杀手 带来的危险不亚于抽烟 长时间坐着不动 身体代谢率会明显降低 血液循环变差 肌肉活动趋近停摆 结果就是容易导致血糖升高 血脂累积 即使平常有定期运动 如果每天其他时间都是静坐不动 依然可能增加心脏病 第二型糖尿病 失智症等各种疾病风险 尤其是营发族和中老年人 往往更容易陷入 久坐 代谢变差 血糖升高的恶性循环 统计显示在美国超过一半的成年人 都有糖代谢方面的问题 而65岁以上的长者中 有高达8成的人患有糖尿病或前期糖尿病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老年人的血糖调节能力都有问题 如果靠传统的方法控糖 他们常被建议多运动 多走路 控制体重 或者饮食上少吃精致糖分等等 这些建议当然是有用的 但现实情况是 很多长者膝关节不好 心肺功能差 没办法每天跑步或剧烈运动 有些人即使勉强快走几圈 可能膝盖就疼痛难耐 难道就没有一种既轻松又有效 不需要剧烈运动的控糖方法吗 过去我们总以为 不运动就是导致血糖高的罪魁祸首 只要多运动就能改善血糖 然而 最新的研究指出 问题不仅仅是运动不够 而是坐太久 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健康杀手 用通俗的话说 就是久坐不动的危害 不会完全因为你有去跑步或健身 就抵消掉 一周去健身房几次 却每天坐上十来个小时的人 和整天动来动去的人相比 代谢健康状况还是差很多 那么 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 在坐着的状态下 就启动身体代谢的方法 来对抗久坐带来的伤害呢 听起来有点天马行空 坐着不动 怎么可能提高代谢 降低血糖 但美国科学家真的发现了一个人体隐藏的开关 让坐着也能动起来 成为可能 而这个关键就藏在我们的小腿里 说到这里 先卖个关子 我们的小腿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武器 可以一边坐着一边帮助降血糖呢 答案是一块 也许你从没留意过的肌肉 比目鱼鸡 比目鱼鸡这个名字听起来怪怪的 其实它就是小腿后方 紧贴在小腿肚下面的一块肌肉 当我们站立时 小腿肚绷紧鼓起来 我们摸到的主要是肥肠肌 而比目鱼鸡则躲在肥肠肌的下方 属于生成肌肉 为什么叫比目鱼鸡呢 因为它的形状扁扁宽宽 有点像一条比目鱼 因此得名 比目鱼鸡是一块耐力型肌肉 主要负责我们站立和走路时 保持姿势稳定 简单说 当你站着不动时 不是所有腿部肌肉都在出力 但比目鱼鸡会持续工作 以防你倒下 它不像大腿那样粗壮 也不像手臂肌肉那样引人注目 可以说是一位身体里默默工作的无名英雄 然而 就是这块看似频繁 只占体重约1%的小肌肉 最近被科学家发现 具有惊人的潜能 美国休斯顿大学的一位研究者 健康与人类表现系的汉米尔顿教授 在2022年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 他过去就提出过 做太久的危害 不等同于单纯缺乏运动的观点 而这次他更进一步 找到了逆转久坐危害的方法 汉米尔顿教授把目光投向了这块被忽视已久的比目鱼机 并成功研发出一种专门激活比目鱼机的独特动作 称为比目鱼机向上推 Solius Push-Up 简称SPU 这个SPU动作厉害之处在于 即使你全程坐在椅子上 它也能让比目鱼机保持持续的收缩运作 从而大幅提升全身的能量代谢 研究结果显示 透过这种坐姿小腿运动 可以获得以下几项惊人的效果 饭后降血糖效果惊人 在实验中 受试者喝下含葡萄糖的饮料 模拟吃饭后的血糖上升 然后坐着做SPU运动 结果发现在饭后高血糖的这段时间里 做SPU的情况下 血糖波动幅度降低了52% 换句话说 血糖峰值被削掉一半以上 原本吃完一顿含糖 餐后血糖可能飙到很危险的高度 但如果坐着做这个小腿运动 血糖上升幅度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 这对糖尿病患者或前妻糖友来说 意义非凡 等于大幅减少了血糖飙高带来的危害 减轻胰岛素负担 不只是血糖降了 身体需要分泌的胰岛素也明显减少 在同样的实验中 有做SPU时 胰岛素需求量降低了将近60% 这表示什么 表示做这个运动后 肌肉更善于自行消耗血液中的葡萄糖 不需要胰岛素不断加班工作 去把糖分送进细胞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胰岛素负担减轻 意味着血糖更容易控制 胰岛功能衰竭的进程可能放慢 长远看能减少很多并发症风险 促进燃烧脂肪 更令人惊喜的是 研究发现这种小腿运动 还将受试者空腹时的脂肪代谢速率提高了两倍 也就是说在两餐之间空腹休息的时段 做SPU的人身体会更多的动用脂肪来当染料 血液中的一些脂肪 比如甘油三脂VLDL浓度也有所降低 这对需要控制血脂的中老年人是额外的福音 意味着不但降糖 还有助于减少血脂 控制体重可谓一举两得 看完这几点 你可能跟我一样瞠目结舌 坐着动动小腿肚子 居然能带来如此剧烈的代谢改变 饭后血糖少了一半 胰岛素省了六成 脂肪燃烧翻一倍 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 或者电视购物夸大的疗效广告 但这的的确确是科学实验中测量到的结果 而且研究人员强调 这并不是什么最新流行的健身小诀窍 或速成偏方 而是一个基于人体生理特性的强大动作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比目鱼肌有如此神奇的威力呢 这背后藏着有趣的生理学原理 我们不妨深入浅出的来看看 一般来说 我们运动时肌肉会优先使用自身储存的糖原 也就是存放在肌肉里的葡萄糖来功能 等肌肉里的糖原耗尽 人就开始觉得疲劳 必须停下来休息 让身体恢复并补充糖原 因此传统的运动无法无止境持续 总会累 但比目鱼肌不太一样 汉米尔顿教授透过肌肉活检发现 做SPU动作时 比目鱼肌几乎不怎么消耗自身的糖原储备 它主要直接从血液中提取葡萄糖和脂肪酸来燃烧 换句话说 比目鱼肌会优先把外面的燃料拿来烧 而不动用自己的存粮 这种独特的功能方式带来两个好处 一来 它不容易累 因为导致肌肉疲劳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糖原耗尽 而比目鱼肌在这种动作下 几乎不耗自己的糖原 所以能持续工作好几个小时 不觉得累 研究者观察到 受试者连续做比目鱼肌运动 肌肉都能持久发力 不像一般运动 几分钟肌肉就酸痛力竭 二来 它源源不绝地燃烧血液中的葡萄糖和脂肪 比目鱼肌等于开启了一个长时间的有氧燃烧模式 把我们吃进来的糖分和平常囤积的脂肪 不断地当燃料用掉 这就解释了为何实验中血糖和血脂会显著下降 因为都被这块小肌肉抓去烧掉了 更夸张的是 研究人员算了一笔账 一般人吃下一顿含碳水的餐点后 大约三小时内 全身600多块肌肉加起来 也只消耗掉15%左右的摄取能量而已 其余的能量可能转成脂肪囤积起来 但是当受试者坐着做SPU时 单单这1%体重的比目鱼肌 就让全身的碳水化合物燃烧速率 提升了两倍甚至三倍 也就是说 原本吃进肚子的糖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滞留在血液里 或转成脂肪 但现在 在比目鱼基马达的带动下 身体变成一台燃烧效率极高的引擎 短时间内 把大部分葡萄糖都利用掉了 如此强大的效果 连研究人员都惊呼 目前没有任何药物能接近 产生这种规模的代谢提升效果 这句话相当有分量 要知道 市面上一大堆降糖药 减肥药 其实效果都有限 而且往往伴随副作用 但现在发现 靠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能达到 药物难以企及的代谢提升 这难怪被称为 可能是化时代的健康突破 说了这么多 你一定很好奇 这所谓的比目鱼基 向上推到底怎么做 听起来很玄乎 难道需要什么特殊器材吗 其实 这个动作用肉眼看上去非常简单 简单到就像是我们平常坐着时 踮脚尖的动作 你甚至可能觉得 哈 就这样抬抬脚跟 也能有刚才说的那些神效 没错 关键在于动作的方式和持续时间 研究人员强调 目前在实验室中 是用专门装置来指导受试者 做出最佳效果的版本 但一般人不需要那些高科技仪器 只要掌握正确要领 也可以在家自行练习这个小腿运动 总结起来 动作要领可以分为四步 坐姿预备 找一张舒服的椅子坐好 后背挺直 贴靠背 双脚平放在地上 全身尽量放松 特别是大腿和小腿 不要绷紧 准备开始运动 脚跟上下 保持脚掌前半部贴地不动 缓缓将脚跟提起离地 就像踮脚尖那样 把脚跟尽可能往上抬 到达形成顶端时 再让脚跟放松下落回地板 如此反复的提起 放下脚跟 节奏控制 动作不需要太快 也不用太剧烈 大约一到两秒钟 完成一次脚跟上提 还放下 保持小幅度 持续不断地点脚 不要用力蹬腿 不要刻意抖动大腿 重点是小腿肚持续收缩放松 感觉比沐鱼鸡在发力即可 时间长短 每次这样连续点脚 持续10到15分钟为主 一天之中 可以视自己的情况做多组 间隔一段时间 就再来一组 效果更佳 比如早 中 晚 各做一次 每次10分钟 刚开始练习时 可以从短时间开始 逐渐延长 避免小腿过度酸痛 但总体来说 这运动相当温和 大部分人都能轻松做到这个时长 整个动作就是如此朴实无华 坐着椅子 抬脚跟 落下 再抬起 如此反复 看似不起眼 但你现在已经知道 它对内在代谢的激活效果 有多强大了 或许你会问 这和一般人随便抖脚 晃腿有什么不一样吗 关键差别在于 专注且持续的让小腿后侧肌肉发力 一般我们漫不经心的抖脚 可能只是大腿在动 或是神经性的小幅抖动 持续时间也不够长 对血糖影响很有限 事实上 有些研究观察过 坐着抖腿对代谢的影响 发现虽然抖腿能促进腿部血液循环 略为多消耗一点热量 但对降低血糖并没有明显作用 而比目鱼肌运动法 强调的是一种刻意训练 透过缓慢有控制的脚跟提落 让小腿后方的比目鱼肌 持续参与用力 进入我们前面说的那种耐久燃烧模式 这可不是随意晃两下腿 就能达成的效果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一位六七十岁的长者 因为血糖偏高而烦恼 他膝盖不好 跑不动跳不动 连每天出门快走半小时 对他来说都很困难 可是他每天看电视 下棋还是要坐很久 原本这些时间 血糖都在体内闷着身高 然而自从他学会了 坐着踮脚这个妙招后 每次坐着看电视时 他都顺便动一动脚跟 小腿肌肉开始勤奋地工作起来 过了几个星期 他发现自己的饭后血糖 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甚至空腹血糖也略有下降 据说有一位65岁的阿伯 就亲身实践了这套方法 短短三个月 把血糖从饭后300多 降到了120左右 几乎逼近正常值 连医生都感到惊讶 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这只是个案 但他充分说明了这种运动 对一些人有多么显著的帮助 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 中老年人一定要学会这招呢 因为正如前面提到 老年人是血糖代谢问题的重灾区 而他们又往往缺乏适合的运动方式 年纪大的人激励下降 平衡感变差 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跑步 跳舞 甚至很多传统运动 对他们来说都有受伤风险 相比之下 坐着踮脚就温和 安全得多了 坐着完成 不会跌倒 动作轻柔 不会伤膝盖 不用器材 在家随时能做 尽管温和 他带来的代谢收益 却十分可观 除了长者 其实久坐上班族 肥胖且不爱动的人 乃至糖尿病前期的人 都很适合尝试这个方法 对那些平日难以抽出时间运动 或者身体不允许剧烈活动的人来说 这几乎是专为你们准备的健康礼物 不用站起来跑步流汗 就能让身体在椅子上 偷偷的运转起来 不过我们也要强调 坐着动脚 并不是要你从此放弃其他运动 它更像是一个额外的帮手 一种补强代谢的技巧 我们人类的身体结构 还是需要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 来保持健康 比如适度的走路 可以锻炼心肺 重训可以增强激励 伸展活动可以保持柔软度等等 比目鱼肌运动虽然厉害 但它主要针对的是代谢和血糖控制 你不可能光靠点脚就练出强壮的腿肌 也不能因此暴饮暴食 然后妄想点几下脚就抵消射入的过多热量 所以最理想的做法是把坐着点脚 融入你的日常生活 与其他健康生活方式结合 比如饭后如果实在不能起身走动10分钟 那就趁坐着休息时点脚10分钟 平时工作久坐赶到腿麻木时 也点脚活动一下小腿 既能提神也能顺带促进代谢 动一动总比不动强 这个道理在如今的科学研究下 得到更精彩的诠释 哪怕你只能动一小块肌肉 都足以产生全身性的健康效益 汉米尔顿教授将这项研究称为他们实验室 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项研究 许多专家也认为 这可能是解决现代人久坐病的一个突破口 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未来 如果人人 特别是那些代谢有问题的人 都开始练习这套小腿运动 整体健康水平或许会大大提高 想象办公室里的上班族们 每隔一小时就在座位上来一组比目鱼姬运动 不仅提神醒脑 还有效防止了血糖飙升和脂肪累积 再想象养老院或社区里的银发足 坐在公园长椅聊天时 脚底下也没闲着 默默地为自己的长寿健康积分 这一幕幕 也许就是未来医学预防理念的一部分 让我们利用身体本身的机能 在日常生活中 就完成对抗慢性病的隐形运动 当然 科学研究也在继续深入 据了解 研究团队后续还在开发更简便的方法 教导一般人如何准确的进行这个动作 而不需要特殊设备 他们甚至展望 未来也许会有穿戴式装置 提醒我们何时启动小腿运动 或协助我们维持正确的节奏 不管科技如何进步 核心的道理其实很简单 人体里藏着一位沉默的代谢英雄 比目鱼姬 只要我们善加利用 他就能成为对抗高血糖和代谢病的秘密武器 从前我们不知道这位英雄的力量 任由他沉睡浪费 现在我们终于发现了他的潜能 这无疑是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总结来说 坐着动小腿就能轻松降血糖 这句话不再只是美好的愿景 而是有科学实证的现实 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所有久坐族来说 这套空膛神迹值得马上学起来 现在就早把椅子坐下 开始轻轻踮脚运动吧 别小看脚下这点小动作 它可能正悄悄为你的健康加分 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远离糖尿病的威胁 毕竟我们已经看到 这块默默无闻的小肌肉能量 惊人的燃烧着血糖与脂肪 弥补了久坐的缺陷 未来 希望每个人都能善用这项新知识 把久坐伤身 变成坐着养身的逆转肾 健康其实就藏在我们脚下 一旦启动这沉睡的力量 你会发现 原来改变从椅子上就能开始控制血糖 从此多了一个简单又有力的工具 蓄势待发的笔木鱼肌已经整装待命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健康的未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